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这样子跟你讲 你就 不好拒绝 对 我不好拒绝 然后我的朋友就很热心地说 我不跟你设计 然后就变成就是他一手包办 等到我再看到的时候 就已经是成套的东西 那第一个我必须说 我不太喜欢他设计的东西 而且中间还有一点点不太愉快 就是他跟我讲 他跟我讲说 这些小的币戏 都是他送给我的 他说价值11万 可是问题是我有账单 我马上拿了那个账单 我就跟他讲 对不起 不是你送我的 上面有记载 上面有钱 上面是有价钱的 是我付的钱 大概就是这一点 你觉得被吃豆腐 对 就一点一滴 我就开始蛮排斥的 我甚至于怀疑他的真实性 这叫信心的动摇 对 对 来 我们先从戒指上看 好 我们先从戒指上看 他说他本来买的是裸石 后来朋友帮他 他跟您说这是什么石 他说是黄钻 黄钻 搞不清楚 看起来不太像黄钻 旁边香的是壁锡吗 他朋友跟他说 我不敢肯定 我看的它是一种柳石 所以我们要上折光仪 那这个呢 这是他后来去香的 但是主石是你的 他还跟我讲说 这些小石头是蓝宝 然后后来我越看越不对 越看越不对 所以我甚至怀疑 这两颗主石 是不是玻璃珠 好 我们可以确定 它是蒙铝柳石 蒙铝柳石 它并不是黄宝 是 它也不是钻石 它是蒙铝柳石 蒙铝柳石 其实像这样子也算不错 蛮漂亮的 这个蒙铝柳石 它跟壁锡 我们用肉眼怎么分辨 我看觉得好像壁锡 这个不是壁锡 因为壁锡里面 不会这么干净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看它这个 二十四颗 相当大的一颗 蒙铝柳石 蒙铝柳石 在珠宝的这个圈子里面来说的话 算是一个非常亮丽的宝石 就是说它的折光各方都很好 那旁边我刚才看了一下 旁边是那个粉红钢玉之类的 粉红钢玉 我觉得它很漂亮 我觉得它很漂亮 那这个项链也是吗 这个 这就是壁锡了 这就是壁锡了 你可以看里面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壁锡的一些内含物 这就表示标准的壁锡 看起来你说主食吗 对 这两个看起来是一样的 看起来很像对不对 这个壁锡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很难分辨 有十几克它的样子哦 差不多 有哦 那是蒙铝柳石的价值比较高 还是壁锡比较高呢 其实这两种宝石都差不多的价位 然后这个蒙铝柳石只要漂亮 像这样就是很漂亮的 其实它价位还不错的 这个壁锡我们看一下它的进度怎么样 好不好 你看这个 你觉得它差别是它的内含物吗 其实壁锡的内含物就是比较多 很丰富啦 很可怜 我因为怀疑它 我已经很久不理它了 不要 其实不要这样子想 那旁边的都是钢玉 是 旁边的是钢玉 然后这个是耳环 这是耳环 这个绿色是什么 这个不是祖母绿哦 这个绿色也蛮漂亮的 这是玻璃 这绿色是玻璃 这下面是钢玉 绿色是玻璃啊 玻璃玻璃 不然就换 那个宝石不会这么清晰 就非常非常干净 那我们这一组一起来评估好不好 当初是买多少钱 六十几万 这连箱 对 全部 全部六十几万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组 现阶段多少价格 好不好 来 请建价 四十五万 我觉得还不错啦 还不错 比你想象的好 至少 至少不是两百块 两百块不会啦 不会啦 因为它是真的宝石嘛 天然的宝石 而且我也建议你 要带 你看这个这么漂亮 那可以带 可以带 好吧 今天既然请老板 这个 艳明真身 是 我就对他有点信心 要不然我觉得我好像带个玻璃珠在骗人 其实你要这样想 大家都是为了要混口饭吃 所以有的时候怂恿你买啦 或什么 也许中间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 对 不过人生嘛 走过去就再见啦 是不是 看前面嘛 是啊 前面一片光彩嘛 已经有了 就把它带起来 好不好 OK 谢谢 后来就没有联络了嘛 对 对 当然就是你心里面不舒服了 你自然慢慢就会 就会 疏远 疏远他 而且因为前几年我生了一场大兵 我非常需要钱 所以其实我有拜托他到保险箱 去帮我把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拿出去卖 可是他独独就留下这一套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套卖掉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给自己留一套 可是那个时候我比较需要钱 然后我就 我就你知道就自己想 你就怀疑是不是这套根本是有问题的东西 对 我就觉得说 那是不是因为这套根本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根本就也不拿出去卖 你留他干嘛 那今天经过秦老板叶鸣正身之后 有了有了 我会好好疼惜你 你有什么话 想跟这个已经失恋了一段时间的朋友说 你要不要在这镜头跟他说 就像 我应该这么讲 我谢谢你当初 带我买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东西 当然有赚有赔 可是我觉得 朋友嘛 本来就是一阵一阵的 那我也祝福你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嗯我 你